欢迎来到我们实在实在线上课程 您好,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视频上见面 我们这个主题是核心价值的人生 从大学说起的第十七集 我们大学分为经一章,钻十章 钻十章里面讲到的是 刚临之趣跟条木功夫 我们在条木功夫里面 我们讲到了齐家治国 这是第九章 一家人,一国新人的这一段里面 我们学如来分为四段 那家与国君谈礼,姚顺帅 节语 我们今天是到这个节语的部分 那节语的经文是说 事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有诸己就是自己做得到 你才能够去要求别人 那无诸己而后匪诸人 你自己没有这个过时 你才能够责备人家 那所长夫生不恕 你如果在内心里面 没有这个恕道 没有将心比心 你自己都做不好 你却去要求别人 而能欲诸人者去 欲就是小欲教欲要求 为之有也,故治国在其其家 那这里面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讲治国必先其家 就是家庭的风气推展到国家 第二段是治国在其家 意思是说家庭才是国家的兴衰之源 那这里面也分为民意 就是分别解释 这分别解释的部分 就是家跟国,那治乱之机 家才是国的治乱之机 而老百姓会看你怎么表现 风气是由你开始 那结论就是正己正他 要纯述之人 纯述就是说将心比心 你自己做的正你才能要求他 你自己做的不正 你是要求不了他的 那我们今天特别在讲 这个结论的这一部分 所以他的经文是说 事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匪诸人 那这一段是这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人 他当你不是这种人物的时候 你去要求别人达到这样的状态 人家是不会听的 所以在伦运里面他说 子贡方仁 子贡方仁就是傍仁 那子曰 事也贤乎哉 端木事你就贤了吗 服我则不暇 这里面其实傍仁 有时候当然不对 怎么可以傍仁呢 如果是用较量的话 伦运里面也有较量 比如说较量 孔子较量说 子贡跟颜魁 你们两个谁比较强 那方如果解释成傍 傍的话 也可以也不可以 也可以的意思是说 当责备人家的时候 你责备他是对他有好处 而且你本身是一身作者 你责备他 傍他是有效果的 但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责备傍他是没有用的 所以孔子才说 事也贤乎哉 你贤了吗 服我责不暇 我无暇 我自顾不暇 意思是说 你必须是一个贤人 你才能够去责人 要求人 你怎么知道 这样的解法对呢 因为我们大学里面说 无诸己而后匪诸人 就是你没有这些过失 你才能够匪 匪就是帮他 责他 那帮他 责他 当然有时候 你帮他责他 效果也不好 效果也不好 是说 朋友朔 施疏义 朋友如果常常归过劝善 责他 那你们会疏怨 所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总而言之 他只是告诉你说 你去要求别人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自己做到 你才能要求别人 你自己做不到 你不能要求别人 那只共方人 孔子是站在一个 无诸己而后匪诸人 的这个原则上来说的 难道孔子就不方人吗 难道孔子就完全都不责人吗 不批判人吗 是吗 所以在《论语》里面 《现问篇》的第十四里面 有人就问紫熙 紫熙是职产的 童宗的兄弟 那个叫做公孙相 那问这个紫熙 孔子说 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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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方人 就是傍人 这个人啊 这个别谈了 还有呢 孔子 你看也有方人 比如说 张武仲以房求为后与鲁 就是张武仲是鲁国 大师寇张武仲 他的封地在房 他求为后与鲁 就是希望鲁国立他的后 因为他得罪于鲁国 孟孙大夫在朝中 跟国君说 所以张武仲就畏罪逃亡 逃到朱 后来再回到他的封地房 再回到他的封地房 他就上表 请鲁军要求立他的族人张伟 就是他的义母兄 那那个来作为 这个延续张家的相言 所以以房求为后 就是在封地房这个地方 希望立张家的后代 那跟鲁军讲 鲁军同意 孔子说 虽约不邀君 吾不信也 这就是要挟 因为你跑到你的封地 如果鲁军不答应 你会不会用兵于鲁 所以鲁军不得不答应 你要知道说 幺君在孝经的五行章里面 幺君是非常严重的罪 他简直跟那个叛国的罪一样 所以张武仲其实是犯下这么大的罪 难道孔子不棒吗 不方吗 所以我们论语里面 要活读论语 不能识读书 那还有呢 祭孙大夫 祭康子 在泰山 旅就是一个天子 祭泰山的祭名 他是要在茶几上面 摆那个壁 然后祈祷之后 把那个壁 这个埋下去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祭典 天子祭泰山的 他来祭 所以孔子才跟然幼说 你能辱福能救予 你不能阻止这个事吗 然囚说不能 可见祭康子是多么把扶的人 这样的人来治辱国 怎么治得了 孔子才说 呜呼 你看呜呼就是完了 你看那个无可奈何 你看那个呜呼那两个字 那就是呜呼可奈何 完了 鲁国怎么走到这种国运 那真谓泰山不辱临放福 难道泰山不辱临放 就祭孙大夫不要责备了 好 那你祭孙大夫来祭祀泰山 泰山你敢收这个礼吗 你如果收了这个礼 你连临放都不辱 还有呢 你看祭孙大夫 竟然比周朝的宰亲周公 宰亲就是宰相 上亲大夫就是周公 周公就是周朝里面最官位最大的官叫周公 结果鲁国小鲁国的祭祀既然比周天之下的周公还要富有 是谁帮他富有呢 是求也为之聚恋而富之 你看祭孙大夫就是聚恋之臣 这叫做方 方就是责备毁谤 而富一之啊 就是让祭孙大夫更加富有 孔子说非无土也 你看这就是方 那怎么非无土呢 小子民谷而公之 民谷啊就是打鼓打打打打 公水呢 公染群 科业 就是你看可见孔子也有方 那孔子为什么可以方呢 就是无诸己而后匪诸人 所以才会说所长夫生不恕啊 你如果我们没有将心比心而能欲诸人者啊 为之有解 你要小欲他人 教育他人 责备他们 纠正他们 责难他们 人家是不同意的 你要将心比心的 将心比心你本身是不是做到之人 尤其你在要求人家奉公守法清廉 要求人家做事要到位 要求人家要守时守信 本身都不是那样的人 你怎么要求别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 并不是说有这样的人就能够治理团队 不是 而是当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你要求你下面的人才团队 要这样的时候他们会听你的 那你有这个人才团队 你就可以把家治好 把事业治好 把国家治好 把天下治好 那我们来看 术到底要怎么定义 那这个子贡问约 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者 孔子说术 你看这一章 我们这一章特别讲术 所以叫做 孔子对术的定义是什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自己不想要的 我不要施给别人 术道的定义 就看孔子这样的定义 你为什么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者 很简单 我不想别人对我无理 所以我就不可以对别人无理 我不想别人对我不忠 所以我不能对别人不忠 我不想别人对我不信 我就要对别人守信 我不想别人对我不守时 我就不能对别人不守时 你看所有的品德都可以从术出发 可见一个字就是术 虽然你不能说一个字终身行之者 不是哦 而是说术可以推展到所有的德性 读术要这样读哦 不是只有那个字哦 那你看这个术道不只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术道也是人心的行人的方法 所以众公问人只曰出门如见大兵 使民如成大计 这就问怎么行人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很慎重的去对待人才 很慎重的去对待他人 来这个人家说 这种礼节这种恭敬 这种周到这种尊重的风气 是可以推展出去的 下面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旁无怨在家无怨 你可以在国家 你这样的诚心诚意 你不会遭致怨恨的 在大富之家 你也不会遭致怨恨的 仲公说 用虽不敏请示施于亦 他说行人的方法 我愿意这样做 可见树道是人的基础 树道也是行人的方法 那树道跟人不一样 人心是什么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敬取弊可谓人之方 人之方不是在讲行人的方法 不是 是在讲发起人心的方法 可见人跟树长得不一样 树道是我不想干的 我不可以推给别人 那仁者是说我想要的 我一定要帮别人达到 我想要有所利 包括说我的能力起来的 我的经学的建立起来的 我的品格建立的 我的这种各种的 各种的这些具备有的能耐建立的 那我都很想帮助别人这样 所以极欲利特别在道德人上说 极欲达特别在义上说 帮助别人利帮助别人达 就想帮助自己这样 所以树道就反面说 人道是就正面说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说这一章里面特别讲到 齐家在治国里面特别讲到树道的经营 但是并不是只有树道 他还要从树里面走到人 还有在人当中 行人当中要用树道来行人 所以我们就举 比如说我们一个教育机构 比如说一个幼儿园 那你就说要考虑到孩子们 你也可以走廊设计成 这样人家不讨好的 也可以设计成很有趣的 比如说可以在铺团上面玩 旁边可以挂衣服 鞋子有地方守 这个走廊就变得很有趣 走廊是很单调的走廊 还是很有趣的走廊 这个就要看你怎么设计 这个设计里面要符合人性 符合小 比如说在幼儿园 像我们台北经营的幼儿园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墙 就像小孩子上学的时候 很喜欢他用水去画各种的画 第二天那墙又恢复原创 又可以拿水来画各种画 他可以表达他自己的说法 他就很高兴 所以那空间的设计 怎么去符合人性 这个都是像树道 像人道 所以树道 人道 他可以发展在社会 国家 天下 他还可以发展在事业 他还可以从小地方去发展 像饮食 卫生 各类的环境 都可以用这样的原则来做避孕 叫做能敬取避 可谓人之方也已 好 以上是我们这一章的大义 所以树道 人道的经营 真的是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就是方方面面 都可以用树道跟人道去贯穿 这叫做义贯之 总结 第一本集是核心价值的人生 从大学说起的第十七集 那是经一章跟钻石章里面的第九章 讲到的治国在齐家 治国在齐家 前面一段是讲齐家治国 是讲家庭的风气推展到国家 那治国在齐家就是 家庭才是国家的自乱之源 如何让家庭不是乱源 如何让家庭成为国家的 福气的开始 吉祥的源头 这一章举了正反两兵的例子 这一章里面有举出古代的例子 有举出孔子那个时代的例子 相信大家会有感受的 第二本集从树道的角度来说 治国必宣要齐家 先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别人 自己一生作者才能导正别人 这时候将心必心的话 我们想要其他的家庭和乐 我们先要经营出自己的家庭和乐 你才能够去要求别人的家庭和乐 这个时候当各个家庭的家庭和乐的时候 它对你国家更有向心力 上行下效这里面 当然还包括你这些违政的能力 你不是只有要求他家庭和力 和乐而已 你还有很多违政的能力 像人才团队良好的政策 否则你光要求你也推动不了 以身作者它是源头没有错 可是不能光靠以身作者 第三孔子对树的定义 是己所不欲物私于人 你自己不想要的 你不要给别人将心必心 你不想要的别人怎么想要 所以这也是树道里面非常重要的定义 那意思呢 我们如果套来这一章的意思是 国君你要导政别人的时候 你得先导政自己 你想教育别人的时候 你得先教育自己 那你这样的要求你的人才团队 你的人才团队才会听的 你这样的要求别人 君子才会在台面上的 小人才会在后面的 你才可以用你的君子团队来 这个引导小人引导国人 第四孔子在人物的评论上 除了赞叹也有贬义 所以我们一般说 树道并不是完全赞 这个不去批判人不是这样的 他有赞同人有批判人 因为你自己本身行的政的时候 你有赞叹人你有批判人 赞叹人的时候是让有德有能的抬头 批判人是压制怀的风气 或者是压制这些小人 所以你看这里面他也有匪租人的部分 匪租人就是贬义 那这个贬义当中 我们这张举的有高官有权臣有弟子 这也是正己而后正人的形象 这也是教育大众的善巧方便 所以你不能说君子没有好物 君子是好物恰到其分 这叫做喜怒哀乐发而皆重结 可见树道也要善用喜怒哀乐 这个方人的部分 你看赞叹人的部分要用 方人的部分也要用 至于孔子跟子贡方人 孔子说服我则不暇 意思说子贡你更要充实你自己的贤德 你在方人的时候 你更要充实你自己的贤德 那以上是我们这一张的大意 谢谢大家收看 下集再会